亲爱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例五 同学们玩这硬币游戏 把一个硬币连续去两次 列出,是列出各有多少种可能的排列,对吧 那么在这里今天要来偷硬币玩,对不对 那我首先要问你,这个硬币它有什么面,有什么面 有正和反 有正有反,对吧 那我想想,砰一次的时候它落在我手里有可能是什么面 正的 还有可能是什么面 反的 反的,对吧 那我们发现它现在让我们连续去几次啊 两次 两次,问可能有多少种排列,对不对 那我首先得知道,要想这两次有可能多少种排列 我是不是得先叫一次啊 如果要去一次的时候,落下来 有可能是正,有可能是反,是不是都有可能的啊 那我就分别考虑出来 第一种的时候它有可能是 我知道的是正面,对吧 那我也可能知道的是 反面,对不对 那有可能是正,有可能是反 那我一次来考虑 如果我知道的是正面的时候 那我第二次再抛的时候,有可能落到的是什么面 正面 很好,对吧 那我第二次再,这是我第一次的,对吧 第一次抛完的时候,有可能是正面 也有可能是反面 那我第二次再抛的时候,那我就分别考虑吧 那我就当第一次抛的是正面的时候 那我第二次抛,有可能抛到的也是正面,对吧 嗯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性欲抛两次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也就是这种结果,抛完以后就变成的是啊 正 正,对吧 两个都是正,那还有吗 还有反 那我如果第一次抛的就是正面 第二次我就,只能是正面吗 我有可能抛到的是什么面 反面 反面,对吧 因为我的硬币有正反 两个面 那我第一次抛正面 第二次抛反面 它们组合的这一起叫什么呢 正反 很好 叫正反,对吧 给它写上 那我就全部考虑完了吗 没有 这只是我把第一次抛的时候 我就想成我第一次抛的是正面的时候 那它就有两种,对吧 第二次有可能是正,有可能是反 那我第二次抛正的时候,它就是正正 第二次抛反的时候,它就是正反,对不对 嗯 那我第一次抛,除了有可能抛到正面 还有可能抛到什么面呢 反面 那我如果抛到反面的话 我第二次可以抛的是什么面啊 可以是正面 可以是正面,对吗 那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这叫什么呀 反正 反正,对吧 那还有吗 还可以是反面 哎,很好 我第二次抛的书也有可能是反面啊 也就是说我抛完了这一组 排出来的叫做反 反 反 那还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对吧 因为我们的硬币只有正反两个面 那我来考虑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 我第一次抛完以后 有可能是正,有可能是反 那我有可能是正的时候 第二次可能抛出的是什么样的 你全部给它列出来 如果第一次抛完是反面的时候 第二次抛完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给它们列出来 然后把它们依次找全了就可以 有多少种啊 有四种排列,对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完整的解题过程 那同学们,这道题呢 我们就做完了 那以上啊 今天我们学习的所有的知识点 都跟我们的每一句法喊像,对吧 那么同学们,每一句法也叫做列句法 就是一一要把所有符合已知条件的答案 都给它找出来 那么每一句法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有是,一定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思考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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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